像我說系統一的判斷、系統一的評估 第一個是沒有特定對象的 它永遠都在評估 第二個是它的評估是有限的 它並不是任何問題它都能夠解決 所以它只特別在行解決哪些事情呢 特別在行解決這些事情 第一個相似性 我們很快就能夠判斷說 欸,這樣的東西很像 他們兩個的相似性在哪裡 對啊,譬如說這個 那個小朋友 你只能看到這樣一個是兄弟 或這樣一個是姐妹 對啊,尤其我以前大學是這個三地服務隊的 我們都到他身上帶原住民小朋友 原住民更明顯 你不只看出家庭 你看得出家族 因為他們那個一村都是同樣血緣的 那長得都一模一樣 那小朋友都是這樣,大隻大一點大一點 這樣子,你們三個是兄弟 長得一模一樣 那一看就說,你是誰的爸爸對不對 對,全部長得一模一樣 相似性 一看就認出來啦 對啊,我們都市的比較認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長得不像爸爸 像哥 不一定 因為那種交友太複雜 對啊,他們那個原住民比較單純 再來是代表性啊 代表性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那個常模 我們在評估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比較的對象 跟什麼比較 跟你腦中的常模來做比較 如果一切都跟你的預期 跟你的常模符合 你就這樣輕輕鬆鬆的讓它過去啊 不會特別警覺 一旦跟你常模不同 你就會嚇一跳 譬如說,我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值硬幣 假設一個人 每個人值六次硬幣 有一個人值出正反正正反反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人有什麼特別的 沒什麼特別的嗎 如果有一個人值硬幣 連續值出六次正面 你會不會有點驚訝 厲害 有點驚訝有沒有 對啊 可是呢 值出正反正正反反 跟值出六次正 這兩個的幾率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二分之一的六次反 所以為什麼有什麼好驚訝的人 沒有什麼好驚訝的啊 為什麼你會驚訝 跟常模不同 我們一般覺得值硬幣的常模 值出來就是正反正正反正反反 正正正反反正正反 正反正反正反 這就是我們值硬幣的常模 有沒有 可是你看到一個跟你的常模不同 欸 怎麼會是正正正正正 煩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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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太神奇啦 對啊 趕快PO到臉書上面 說我同學太厲害了 他連續值出六次正面 對啊 可是呢 連續值出六次正面跟正反正正反正 幾率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我們從幾率上面來 來算的話 根本沒什麼好驚訝的 這就是常模 所以我們平常在觀察事情 我們腦中有一個常模 那常模不一定是理性的 這叫做代表性嘛 直硬幣的 隨機的代表性就是長這樣子 好像這樣交互交疊 所以以前那個 那個什麼 iPad剛出來的時候 他們有隨機播放的功能嘛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啦 對啊 如果沒有隨機播放 你們聽我的音樂就是 奇怪怎麼每一首都差不多 因為那同一張專輯的 就每一首都差不多 可是因為我有把它調成Random 隨機的 所以這樣會調一條 有時候 這個古典樂 有時候新世紀音樂 有時候這個 你們說要什麼 本土的都有 你就不會覺得太無聊 然後有那種新奇的感覺 對啊 可是他一出來這個功能的時候 很多人開始去投訴 說你們Random的功能太差了 隨機播放的功能 一直我一個小時裡面 聽到同一首歌 聽到三次 我裡面放幾千首 怎麼會一小時 聽到同一首歌三次呢 為什麼 他覺得這不符合他對隨機的常模 這不符合他對隨機的代表性 他覺得隨機就是要這樣子 都不重複 然後每一首歌都這樣亂跳 他不知道真正的隨機 也有可能會偶爾出現 一首歌的同時出現好多次 這是有可能的 這還叫隨機嘛 如果隨機就是都不重複出現 那隨機就不叫隨機啦 什麼叫隨機 隨機就是沒有規則 就要隨機嘛 如果呢 你這個播放真的沒有規則 那就有規則了 他的規則就是沒有規則 所以真正的隨機是有時候有規則 有時候沒有規則 你覺得他有規則的時候 他就沒規則 你覺得他沒規則的時候 他就有規則 所以假設你就說 沒規則 就有規則 又有規則 像到火令一樣 就是你永遠搞不懂 這叫做隨機嘛 所以我們是 系統一是很擅長判斷這種代表性的 他不斷用常模在跟他的真實的世界做比較 第三個是因果關係的屬性啊 因果關係也是跟常模有關係的啊 因爲我們長期的經驗告訴我們 什麼事情發生之後 什麼 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有因果的 或者是這件事情怎麼會發生呢 他前面一定發生過什麼事情 就會有因果啊 你看到一個小朋友回家 他身上這邊 親一塊錢 就是人家跟你要打架了嘛 你就會判斷出這個因果 這是系統一的 所以一看到全人髒髒的說 你今天要幹了什麼好事 有沒有 啊你看到小朋友回來 就是這樣子 垂頭喪氣的說 搞電拿出來 一定又是搞很低分 你又判斷那個因果關係啊 這個是系統一的 不用思考就知道了 還有連結啊 樣本的取用等等的 這些都是系統一的功能 嗯